Jaman 只有700,Cody想問 他說700是不是已經過氣了? 要不需要從組合之中刪除它呢? 他說好像也沒有單消息,是好的 我想是不是過氣就看你怎麼對比 當然啦,他對比早兩三年 大家拿古王這個稱號來比較的時間 明顯是現在失息了 但是這個所謂的失息其實也不只是他自己的 我覺得是整個行業 始終你過去這一年,整個新經濟行業的監管 那些的打壓,那令到本身行業的增速都放慢了 那很直接地股價一定是會走下來 就是都沒什麼可能在這麼多的監管 這麼多打壓之下,有價值得判定的 這個就不合理了 那所以我想現在反而是協設實際那個經營環境 那但是當然我很同意的 如果你說接下來那個,就是他自己 騰訊來講的增長也好,又或者是個股價,股值也好 其實過去都說,起碼今年,我覺得真的不會這麼容易回到太高 因為其實很明顯地見到過去的業績都知道就是慢了下來 那還有就算這一刻,告訴你沒有了監管也好 我相信在重要的經濟 新經濟股那個增長也不敢立即太進去先 就是都聽聽話說裝慢一點先 所以今年來講呢,應該那個增長也是維持比較慢的水平 那所以增速比較慢,那自然一樣 剛才提到就是股值會跌到很高 那所以各位都講過 股價一定不用看著之前七百多那些位置 就是我想如果去到五百都已經很厲害了 其實在今年裡面,那所以我想暫時 如果你說要看之前那些股王級的價位呢 要有個準備,真是今晚拿幾年 就是如果你有個準備拿幾年以上的 我覺得就OK的,那但是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就真的不建議這些位置就覺得賣下去就可以放在這裡 我想今年的操作,對於騰賞,對於新經濟股也好 比較是上落為主 特別可能到下半年才會再很多些少 但是起碼這一季,就是這個上半年來講呢 暫時都是一個上落的操作為主的機會性大一點先